我們現在開始上有機化物的最後一個單元 叫做食品跟發酵 這類內容有很多都是過去你在生物或什麼之類學過的 那也是把一些該背的東西背一背就好了 第一個叫做食品 先介紹所謂的六大營養素 你們可能在生物還介紹學過六大營養素 後面呢 就包括了蛋白質、脂肪、糖類、礦物質、纖維素跟水 可是我們只叫前三個 蛋白質、脂肪跟糖類 因為原則上礦物質、纖維素跟水是不提供熱量 是不提供熱量的 我們講的是有提供熱能、提供能量的 其他的是生命必需的東西 沒有它會出現毛病 但是基本上跟能量沒有關係 第一個就是蛋白質 前面教過蛋白質是一種天然的聚合物 請記得它是由誰聚合而成的氨基酸 氨基酸大概有二十多種 像你記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有幾種氨基酸 然後呢不同方法組合成各式各樣的蛋白質 主要的蛋原是有碳氫氧氧氮流 然後有動物性跟植物性的蛋白質 然後呢氨基酸呢有所謂的必需氨基酸跟非必需氨基酸 必需氨基酸就是你的身體裡面沒有 沒辦法自己合成的 那以通常來講是動物性蛋白質比較好 因為它裡面的必需氨基酸會比較多 蛋白質的功用 第一個是構成細胞 你的細胞就是蛋白質構成 蛋白質構成 事實上呢 事實上你現在 你眼睛看得到同學屬於人的部分 除了牙齒之外 基本上都是蛋白質 頭髮是蛋白質 皮膚是蛋白質 肌肉是蛋白質 指甲也是蛋白質 指甲也是蛋白質 那麼這個是應該以前的劍教或生物念過的 可是它可以提供熱能 提供個蛋白質 提供4000卡 好大概跟卡類差不多 但是基本上 人或者生物是非到萬不得已 不會用它來當作能量來源 因為等它用到它的時候 你表示它在消化你的肌肉 把你身上的肉轉換成能量 表示你已經餓到不行了 已經是實在是沒有吃到 所有人都消化光 可能你才會用到它 才會用到它 所以提供熱量 這是蛋白質的部分 蛋白質的性質 這一頁比較會烤 下一頁比較不會烤 蛋白質到消酸前面講過成黃色蛋白酸 加熱的時候會變白色 這個煮過蛋的人都知道 蛋白一加熱就變白白的 可是如果再加熱加消酸 那這樣會變成黃黃的 就是大家照片長這樣 就是我們前面學過了 蛋白質到消酸會產生黃色蛋白酸 黃色蛋白酸 然後蛋白一般加熱會變白白的 這個有煮過蛋的人都會曉得 煮過蛋的人都會曉得 那下一頁是比較舊的教材 現在已經很少人問了 就是加過量氨水 剛才的東西如果加過 就讓它變鹼性啦 會變成橘色 如果加上硫酸頭 會變成紫色到粉紅色 這個是舊教材所有交的內容 但現在已經不太交了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會考 基本上也不太會考 你就看一下背一下 還是你就是預防萬一背一下就是了 預防萬一背一下 就是蛋白質的性質 以上就是蛋白質 注意它是由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然後它可以提供能量 它構成細胞 構成細胞 然後酵素就是一個蛋白質 生物體內的酵素就是蛋白質 下面一個是脂肪 脂肪就是脂肪酸肝 顔酸乾油強性質類 你們在有些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會選個三酸乾油脂 或是聽到你們在講醫學的時候 要講到三酸乾油 就它 就是油的意思 脂肪就是油啦 就是油 它只是有分縮固態的跟抑態的不一樣 而已 重點是它是一種子類 前面講得酸嘛 我們前面叫過有积酸加醇會產生 脂肪酸有积酸 乾油是並三醇 所以呢 酸跟醇 構成是一個子類 主要是碳氫氧 三酸甘油脂 叫三酸的原因是因為脂肪酸裡面有三個縮肌 三個椎肌 三個椎肌就是三酸 聽過就好了 國中生也不管他 然後甘油是餅三酸 也是還有三個OH 然後呢 提供熱量 比較多 九大卡 這個應該以前學過 提供熱量 脂肪可以多很多熱量 那身體吃了很多東西 產生很多能量 又消耗不完 就會轉換成脂肪堆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胖 越來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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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多的能量出現起來 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功用啦 比如說做一些潤滑 電的功用什麼之類的 再說那是一些醫學上的事情 太胖不好 太瘦也不好 當然如果比起來是太瘦比太胖好一點 毛病會少一點 就是脂肪 然後再來就是燒完之後一點味道 看看就可以了 反正稍微有一個難聞的氣味 這看一下就好了 重點是 它是脂肪酸跟丙酸層的脂類 脂類 它可以提供九大卡的能量 這是有關於脂肪的部分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好 好